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的确是野火人物 刀与热起火头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每周都挑衅一个小国 像北韩那样 香港俗语说漏架打 几个月前我经常有提及 因为这事情非常对中东局势有关 以及揭露了特朗普想做什么 几个月前在中东一行 原来是挑拨尼坚 沙特阿拉伯 阿联邮 巴林 还有一个 整班OPEC石油出产国的成员 向卡塔尔制裁 反面 这几个星期又开始向伊朗埋首 伊朗在2015年上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已经跟很多国家签了盟约 一个条约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中国 把伊朗一直跟核子有关生产计划取消 不让他继续转研或生产核子武器 换取未签前以上国家对伊朗的商业制裁 大家都知道伊朗是石油出产国之一 是靠石油食糊 当然是在禁制之下 当时是禁制他一天一百万桶出不了口 影响到他的收入非常之严 令经济很不够 现在特朗普要取消奥巴马所有签下的东西 医保也好 商业条约也好 跟哪个国家的商业条约也好 他都说不公平 要改 要取消 他有甚麽意图 大家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现在慢慢研究 一个大国好像美国上任总统签论 现在新总统上场可以不承认 是否以后全球都可以不再相信这个国家 这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明天我说的题材 也跟一个国家的信用非常有关系 有可能这件事会改变全球 我明天就会揭曉 这件事会给你们听 难道一间大企业的总裁 我现在签订了一些合同 总裁扔了或辞职或炒了下一任 难道可以完全不承认吗? 我真的不知道 全球还需不需要相信美金呢? 这是我明天会说的有关事 非常重要 美国的信用和相信美金 我明天会有一期详述这方面的独家论调 特朗普的向外意图是什么呢? 他出于他的口说 他要在条约上加上一些更苛刻的条款 例如他要延长条约对伊朗核子制造的禁制令 他亦要扩大检查部队 要伸延到所有伊朗的军事区域 除了核子之外 连州制飞弹都加以禁制令 这条约一直没有包括州制飞弹 最重要的是伊朗要伊朗答应不支持美国的敌人 像希斯坡拉和哈马斯 这两个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对抗有关的组织 总而言之 哪个国家和美国盟友的敌人 如以色列的敌人巴勒斯坦 埋队、走埋都是美国的敌人 杀无赦 美国一直奉行的国策是反面不认人 伊朗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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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友一日之间可以变成敌人 假设你是老几 你不跟他买军火 他便令你买不到 把你的地方变为战场 战场便是用来做板 给全世界看 这便是我的军火威力 给全世界看板 令到涂炭生灵 因为美国如果连军火都卖不到 我告诉你 现在银纸也印不到 要收回 可以说是很大事 我这几日已告诉你们 你们经常说中国有多少债 其实美国的债比中国更多 美国是牛仔 大家都知道 牛仔片有多少 一拔枪出来便会射 甚至是好人坏人 The bad, the ugly and the good 看过出戏吗? 是不可以没有枪 所以到现在 很多枪击事件 亦不会再收枪牌 根本他们不可以不杀人 他们的角财就是杀无射 特朗普和一直以来美国总统不同 以往总统虽然坏事做尽 但向外收买传媒媒体 以展示他是正派的一面 何里活电影也是正派 他是全世界随暴安良的世界警察 而特朗普现在竟然完全不理这一套 向我直接露出真名的面孔 这就是我 女士我完全不会尊重 grab them by the pussy 我有权力有威力 我便可以对女人做任何事 现在我亦可以告诉你 我美国是全球最大的 有本事来打过 我这部会议是最重要的 吹吗? 即是说到这样 就不像以往的总统 仍然低调去处理 和给虚伪的一面人看 这一套也完全不用 我们睁开大双眼 看看他何时不顾一切不顾身份 不再虚伪向所有敌人开战 这句开战不是我说的 是德国密克尔总理刚才几天 出来警告的 只是因为伊朗这件事 他说不同意取消和修改 伊朗已经签了的协议 因为伊朗一直跟着这个协议去做 完全没有违背这个协议 若伊朗不肯修改 或者取消 伊朗说可以取消便取消 继续做核子便会引起战争 难道这件事是特朗普想做的 还是他想油价升 去搞到中东这么多事 去沙利亚、阿拉伯搞一轮 然后卖了军火给人 甚至除了欧盟 正式公布不支持 是要延续这条约 即是特朗普又一次被人孤立 欧洲和美国已经显出不同的立场 和不跟随它的状况 欧洲摆出的姿势是 你这么不喜欢我行我素 你自己去行吧 他退出TPP 但TPP的人拘捕中国入局 他退出Nephter 差不多退出 现在好像是研讨园 但未有结果 到现在未成行 他退出环球一体制 中国一句不该接受 他不舍参加中国压头行 中国说除你 但有很多国家欠要入 他不支持一带一路 但有六十多个国家在参与 他退出联合国文教组织 乘机赖债五亿美元 这又失去信用 即是美国的信用 信用传失 看看他何时 连美元都没有信用 时美金会变成如何 这是我明天所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你们说 他的所作所为 将会参与谁 是谁得应的 至于伊朗这件事 伊朗自从签了这条条约之后 每年透过石油的收入 大约是170亿美元 是非常重要的 对伊朗来说 也开始有海外资金投入伊朗投资 虽然很多就业情况 经济情况仍未曾理想 未曾回复以前的经济水平 但当然顺理成章 他们是不想有变 现在事情发展下去是如何 美国自己的国会和内阁成员 也有很多不赞成特朗普对伊朗这条约 通不通得过了 暂时还未知 Anyway 特朗普所做的事 由上场到现在 一直在孤立自己 间接或直接是对美国无利 反而对中国有利 所以我不知狐狼女买什么药 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影响市场 我不研究也不行 其实已经有些厌糊 如果不研究 像伊朗这件事 甚至令石油价飞上去 又飞上去 令北韩挑衅、漏教打 又令日元和黄金升上去 所以我觉得 根本上每天都在影响市场 我不看紧他的行动 不分析他的行动 不理解他的行动 究竟想怎样 根本上我在研究市场 想赚钱 是打造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所以我不能不研究 谢谢大家 tour 走 until足以后 保持 一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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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